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澳洲昨天的市场情况 由于澳洲昨天是一战纪念日 因此是国庆假日 澳洲股市昨天是停盘 并没有交易时间 在中国方面 我们知道在本周一有过比较大的下跌 那么昨天总算是没有延续之前的下跌 总算起稳了一下 上海方面上涨回来0.1% 深圳方面涨的稍微多一些 涨回来大约是0.73% 但是目前上海和深圳依然是处在过去几个月的范围偏下的地方 也就是靠近一个过去几个月的底部附近 欧美方面继续的受到法国第一轮大选 结果的影响 英国 法国 德国还在上涨 少的上涨0.2% 多的上涨0.4% 美国方面涨幅却比较大 最少的都有0.6% 多的则高达了1.2% 目前道琼斯指数也是再一次回到了20900点附近 那么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上涨再继续下跌了10美元左右 而石油价格的目前则稳定在四十九块五毛钱附近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主要就是说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澳洲的经济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时间是创造 接近于创造出了神话 但是通常来说 距离神话越近 那么也意味着这神话破灭也就不远了 那么最近呢 在很多澳洲的媒体上都在宣传 澳洲经济连续25年没有出现衰退 只要再坚持两年呢 就可以打破之前由荷兰保持的26年 经济增长的记录连续增长 那么在这个人人欢庆的这个时代 或者说呢 人人都在欢呼澳洲即将创造经济奇迹这么一个时候呢 那我本人却深深感到了目前有严重的危机感 澳洲经济过去在二十五年 没有衰退一直前进的这个神话呢 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房地产以及呢 矿业的繁荣或者说是持续的增长 但是最近我发现呢 咱们好多澳洲包括是本地的财经网站 媒体以及呢金融机构 都说到了目前不断上涨的这个房贷利率 可能大家都在问一件事呢 就是为什么目前澳元利率没有变 但是澳洲银行的利息却在上涨 是不是因为银行呢贪得无厌所导致的这一现象 那今天呢 我首先要跟大家说一点的是呢 我们知道银行虽然说它是要赚钱 但是现在澳元上涨呢不能完全怪于银行 虽然澳元我们知道它没有加息 目前依然是历史最低价格 历史最低的汇率 但是呢 这个澳洲银行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 却并非是来自于澳洲 很多时候呢是通过国际市场融资而来的 尤其是通过美国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美元利率几乎是在零在加息之前 所以澳洲银行凭着澳洲本身国家的3A信誉 以及澳洲银行也是在世界是属于2A级别的信誉 可以轻易的融资到非常低成本的资金 但是呢 随着现在美元去年加了 前年加了一次 去年加了一次 今年又加在3月份又加了一次 随着美元三次的加息 澳元呢 现在澳洲金融机构从美国那边呢 获得资金的成本也在不断的提高 那这一点呢 也是目前呢 这个放贷成本或者说贷款利率在不断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是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呢 目前澳洲情况是这样的 房地产虽然大家都知道有风险有泡沫 但主要呢 是存在于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 换句话说 澳洲目前的市场发展非常的不平衡 悉尼和墨尔本过于火热 但是南部西部和北部地区呢 则过于清淡 因此在这种啊 这个南北和东西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之下啊 澳洲的联邦政府和央行不可能出台一刀切的政策 你如果统一提高利率或者是限制购买的话呢 毫无疑问的是呢 那些非热门地区的经济以及地产行业会受到重创 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去阻止的话呢 像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泡沫将会越来越大 所以目前呢 目前出台的政策就是比较类似于目前中国的防控制房贷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针对性的区别贷款 重点防范 换句话说呢 就是把首次的制房者呢 啊 给予优惠 但是针对那些二套或者以上的房产的那些投机分子 或者说房地产投资者呢 则增加他们的投资成本啊 不论是严控贷款总额或者是提高贷款利率 都是呢 一种严控的方法 所以说总的来说 目前呢 澳洲的经济啊 我们知道在矿业繁荣之后 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矿业 继续来推动澳洲向前 虽然说我们之前说到金融和地产 目前是搭着这个矿业的车 也在帮助澳洲前进 但金融和地产毕竟 它是相对于比较虚的东西啊 你缺乏一个实体经济 或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那么房地产和金融随时有可能会倒下来 那么刚才呢 咱们说的呢 就是一些目前的澳洲经济的政策 我们重点要说 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看到 澳洲可能要创造经济奇迹 25年26年啊 这个经济不衰退 这样的神话看似很美好 但是在我看来呢 你神话这个泡泡吹得越大 或者说你经济不衰退的时间越久 那也就意味着你一旦开始衰退之后的 这个回调也会非常的迅速 而且呢 在我看来这个时间越久 那么下一次距离我们的衰退时间就越近 那么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 现在这个我们知道呢 澳洲目前的经济没有美国好 中国情况呢 又不清楚 那么在澳洲到底投资一些什么比较好 我们知道呢 从去年开始 美元是正式步入了加息之路 今年尤为猛烈 今年可能加息次数会达到两次三次 甚至于呢 如果是极端情况会到四次加息 所以从长期来看 只要铁矿石无法再回到700人民币一吨 这样的价格 那么澳元势必就会向下 对于美元来说呢 会越走越弱 那么澳元走弱 那么澳元资产相对于 这个国际投资者来说 就会变得相对来说有一点吸引力 虽然不像英镑那么有强大的吸引力 但至少 假设在澳洲经济没有衰退的条件之下 澳元资产的吸引力会增加 但是 咱们说的还是要但是 万一澳洲经济衰退 澳元又下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外资撤离澳洲的速度也会非常之快 所以说我们如果现在 各位要重点考虑的是投金融投资 那么在股票行业里面 我们重点可以关心的 就是那些呢 能够受益于澳元下跌 澳元贬值的行业 或者说很多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 尤其是美元收入的那些行业 以及公司 这些就是我们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重点考虑的对象 那么最后呢 咱们还要说一句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经济呢 这个发生衰退 但是我们要知道24年25年不衰退 这意味着危险距离我们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接近 那么接着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要说到一个热门产品 今天说的呢 就是黄金 在两周之前我们说到呢 黄金价格连续上涨三周之后 有可能会出现回调 那果真在这个法国第一轮大选之后 黄金是出现了较大的回调 目前呢 虽说它是回调 但是准确的现在是压在了四小时的通道线上 并没有打穿 那么只要它目前没有打穿四小时通道线 大约是1260附近 甚至于我们再往下那么一点 为了保险起劫1257 只要在这个价格之上 黄金呢在中期目前依然可以保持上涨 那我们再换句话说 重点还是得看下周一 法国第二轮的大选结果 如果第二轮大选结果 依然是现在的马克龙当选 那我相信黄金将很有可能会继续向下 因为股市的上涨 反之 如果当选的是另一个人 也就是是反对欧元区的那个候选人 那么黄金将出现在下周一 出现了较大的反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产品 那么另外呢 今天晚上在10点30分 加拿大会出台核心通胀数据 再晚一点 12点30分 是每周一次的原油出量数据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才经典评 我们明天再见 同时 做这25个码 好的 那么 阻力